好,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我是主持雪凌 是,機花先生 好了,有到一個月的時間了,大家很久沒見了 對,我們現在都不差時間會見到的了 大家春秋兒仔,一連四怪都會見到我們 今季真的,我覺得很開心 今季算是有很多好的作品 我尋找到一些真的看回動畫的感動 這麼誇張,你明明說有一套動畫突破了你的動畫認知極限 都是感動的一套 那位置都是這樣 但我們不如先說一些真的感動的動畫 先不要說一些另一方面的感動的動畫 我們跟著說這一套被宇宙還原的地方 我真的明白其實它真的是一套動畫 真是一套動畫,不是那套突破你動畫極限的動畫 真是在我認知上定義的動畫 為甚麼你會這樣形容這一套動畫呢 他的作畫和他的故事和他的情節 他們全部是混在一起的 我不會把它分開不到的 即是你會說他的作畫的表現方法 到他的氣氛的構造 他的作畫的表現方法是為了服務他的劇情 他的劇情也服務他的畫面 一環一環相構 他們不是再分割去做的 所以就不會出現那個情況 我們有時候評價動畫就是說我的畫很漂亮 而這套是覺得整套動畫都很好 我不會說這套作品是說 你單獨說畫功漂亮不漂亮 他一定不是這個領域裡面最好的那套 我為甚麼會說他很動畫 就是他的畫面和畫質 是為他的動作為他的劇情而服務 這些對我來說才是動畫 我不需要一張美如畫 如果是我看一張插圖就夠了 你一定不夠插圖漂亮 我想那套動畫 尤其是比喻一些地方裡面 我想他比較厲害的地方 因為始終是一套說少年人們 即是這班少女 四個女子高高生 青春 而裡面青春的表現方法是很情緒性的 所以這個時候在作畫裡面 為何能表現到他角色的一些反應 一些情緒 表情 到一些可能是下滑等等的表現 就很幫到他了 我想這個也是為何你會覺得 作畫和劇情緊構到的原因 也是這樣說的 這個也是今季 或者今次我們要大讚 花田十輝這個劇盤上的安排 他真的很懂得寫什麼叫青春 我覺得他寫青春在這一套作品裡面 是有一個提升 不能叫進步 因為他可能已經有這個水平 他之前也寫得挺好的 青春劇 他有一個提升在裏面 這套我們稍後一度說的時候 之前我們說這個是受控制的花田十輝 這次是做得好的花田十輝 我覺得是超水準的花田十輝 我不敢說這個 他是不是他的極限 因為以我們認知的花田十輝 水準應該沒有這個水平 太漂浮的關係 但這個水準是我們看到一個新的高度 是高的 我們深入那個說話 他處理劇情那方面 是合乎情理 在情理裡面出乎你意料之外 沒錯 在這些所謂正常劇來說 其實我們尋求到一個方式 就好像故事裡面其實是報賴的 其實是因為 就算有一百萬 我們可能說一百萬可以做到些什麼 一百萬去南極 你一百萬去澳洲 你最多都是 雖然故事裡面穿得打臉 其實一百萬做到些什麼 尋求到一個方法 那個方法也是我們 很多人認知裡面最簡單 就算我們香港來講 拍一個去一些極地探險的節目 就是找電視台 對 然後他就找到阿傑穴 一個 都不是同性的 他又同性可以做起現在是很流行的偶像 他就有機會 可以跟電視台大隊去參加民間的探險隊 去南極 於是他們四個女工中生 機緣巧合之後就去到南極 大家都記得我們新番說過有所謂落茶黑的事件 Villa 我們猜中錯了 真的 是 這些猜中我覺得 對我來說是合乎情理 真的 應該要出現這些事 因為我會說 剛才說為何會覺得 花年十一今次寫青春 是一個新的高度出來 青春再不是很單向 就是很黑 很白 是混合在一起 真的你會覺得這些是屬於少年人的特權來的 即是說他們的未成熟 是在他們的故事裡面是反映到出來的 尤其我故事裡面 說的是女子高中生這個年紀 就是介乎於大人和少年人中間 其實他很快便是大人來的 可能過了兩三歲就已經出社會 即是大學或者社會 但他又不是完全是大人位 因為他們只是剛好升到上高中 這一種在成熟與不成熟中間的狀態 就成為了劇情的將來的位 剛剛樹齡那裡說 是一個角色的行動 是合乘理之類 但會有意外的地方 通常就是這個位出現 就是因為他們介乎於成熟和不成熟中間 所以做一些事會令到你覺得有衝擊 應該說你會猜到 你這個臭小子 你隔著尾巴就知道你想做些甚麼 這一方面其實是做到的 你隔著尾巴就早就猜到你了 老實說你一個臭小子 你做到甚麼花樣 猜到你也是做這些事的 然後劇情裡面 其實他都走回來 你可以說有一點點離地 當一個人知道你的好朋友 由你出身到你認識的好朋友 出賣了你 即是說真是大出賣 這個出血大放縱 就是他不單是出賣你 他還要多加幾千重 當然要抹黑你 其實珍李最終就是 對他來說 這個也是他最好的朋友 一個稱謀中馬最好的朋友 當然阿慧就跟他說 我和你絕交了 沒有朋友做 因為對他來說 他作為一個普通人的良知 就知道他在做一件很不對的事 但他阻止不了自己去做這件事 這個心情 他很想去做這件事 因為一個原本跟著他後面的根皮蟲 我們用這樣的字眼去形容 突然之間超前了他很多 即是他在你的心理上來說 真的有一點點不平衡 即是你有些事情就是什麼呢 可能很多人都會有一些很正常心 你見到你的朋友 突然之間可能很風光 即是你不會說你想踩他 對 但你不多不少 你心裡總是會有一點點的妒忌 即是你會不會顯示出來 或者你會不會掃諸行動 我覺得那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對阿珍李來說 就是他本來想像的東西就是 要踏出那一步去實現青春是很難的 那一步是最難的 但我故事裡面的有趣的地方就是 其實踏出那一步青春那一步不是最難 而他已經踏出了 就是他已經準備去濫極了 而他踏出之後會有些什麼事情發生呢 那個位才是最辛苦的 我記得第五集的時候他講 其實都是去一轉南極而已 都不是很大件事而已 不用搞那麼多事 當是一個旅程而已 誰知道原來他發覺不是大行李 不是休學這些最大件事 而是沒有了朋友 這個就是對他來說是一個 怎樣說呢 好像一個叫做反助力 即是我已經跑出去了 才發現原來這些東西會這樣失去了 這個位置是 我想是作為一個劇情 開始不停進展 這個位置的起點 是一個挺好的爆點 還有這套作品 我會覺得他有一個好的地方 就是他安排不同的角色 他要去面對的一些問題 其實很簡單 解決他的問題就是 因為他很渴望他需要 他很想要一個普通的朋友 一個普通的女子高中生的友情 他渴望這件事 接著其實 開始最完美的一日向 其實對他來說 好像他們去到新加坡的時候 他作為一個他最成熟的角色 在四位裡面最成熟的角色 他就帶動了很多 其實當他不見了這個護照之後 你見到他那件事 不是他做 他覺得他想 他不是真的很成熟 而是他覺得 要令自己假裝得很成熟 而且他的成熟是 純粹是甚麼呢 不給人 不給麻煩人 不是成熟 自我犧牲 那件事他做 我想那件事是 對 對 像你所說的 其實他那件事成熟 不是真的他做事很圓滑 或者他很完美 來解決問題 而是我 自身自滅就可以了 我不會令到其他人一樣 我不會麻煩到其他人 這個更加日本人 全都聽到 當然不要麻煩到人 當然這個故事 到後面我們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之前麻煩到人 也不是 應該說 他現在這個心態 是比他高中的生活 初中田徑寶 他的心理陰影影響了他 成為了這個人 他覺得自己麻煩了人 應該說他不想再麻煩 其實我覺得這個 他用一個間距的方式 去每一個角色去講 而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寫得我覺得是 混言天成的一件事就是 就算一個角色 好像剛才日向那裡 他不見了護照 其實不是他個人的解脫 或者是個人的成長 而是其他角色的成長 帶動 我想這個故事裡面 有趣的地方 其實可以在後面再講 多一點點 但在這個位置已經開始看到了 其實是 日向的成熟 先救了 暴賴 先幫助暴賴 然後暴賴的不成熟 反而幫助暴賴 因為認知這件事 而才帶出後面的故事 不是這件事令到 暴賴的成長 暴賴是不會觸發到下一件事 或者是 這四個人之間 在中間裡不停去互動 我覺得這個互動是 他們這四個人之間的關係 在這套東西裡面 最特別的地方 你真的覺得這四個人是 我會說在青春劇裡面 其中一套作品的一個特復就是 成長 他青春裡面的成長 在這套作品裡面 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其實很多青春的作品 去到最後其實 所謂的歌頌青春 其實不會帶動一個成長出來 為了大家都說成長 但其實那個成長可能是 成長還是成長 青春還是青春 正正就是 他那種成長是 我們經歷了一些事情 好像就多了一些知識 或者多了一些經驗 但他這個成長是說 人是從心而發跌 有些改變那種成長 而他中間裡再加強 就是他這套的成長 是帶動了 他們四個人之間的友情 還有關係更加穩固 是的 花年十八在這裡 一個新的高度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這四個角色 你真的覺得 他不是因為有什麼屬性 他們四個都是一個很 就是他們有一小小的特徵 其實你可能都是 隨處可見的個性 而這些個性 其實創造出來的 他們之間的一些事件關係 做出來之後 其實就是一個故事的進程 就是一個 沒有特別的 中間裡面有沒有發出什麼 其實你說不算南極這條主線的話 沒有的 其實就是日常 你可以當成 這個真的很日常 因為當成那件事就是 南極這條線程好像很不日常 但你可以不當作動畫 其實我拍法就好像一個實況劇 沒有說劇 或者是實況節目 邀請了四個無不相識的人 去南極 中間靠他們的交往 靠他們互相的經驗 去互相幫對方有成長 其實不是叫做幫 甚至有時候 只是因為這樣自然而然地 大家都學會了多些東西 有成長 而且我覺得尤其第五、六集 他開了一個頭給你 就開始明白他的作品是什麼 就是他當然是講青春 但他不是那種叫做 沒有污染的青春 不是只有靜能量 當然他不會去到很極端的情緒 但他是容許有些東西犯錯 有些負能量的情緒 出現在這個作品裡面 我會說是很正常 或者我剛才所說 很情理之樂 我們一個人認知的情緒裡面 就是不會很美賴 亦都不會很黑暗 沒錯 例如真理那個朋友 你會覺得他當然是壞 他自己都自己是壞 但你又會深刻明白 其實他有這樣的反應 是真的正常的 大家是會接受 不要說接受 大家會理解 understand是會正常的 到日向那種做法 你會覺得好像很遺心 不是自己心裡面那一句 但其實一般人都會這樣做 因為我不想拖累人 其實純粹說 算了 這件事只是自己是壞 那無理會影響到人 是很人性的 我喜歡說 這些個性是很人性 即使結業 其實是比較離地的個案 因為他作為一個 他沒有一個朋友的經驗 然後他不停說 怎樣為止做朋友 然後他就說 簽約 對他來說 他簽合同也是這樣簽的 簽約在他的認知裡面 是一個最安全 最保障到各位 最安全 最保障到各位 的方法 他做拍劇也是簽約的 做節目也是簽約的 這是他理解世界觀裡面最正常的事情 但就學 一向點醒他 就好像你愛對方 但對方要你簽約 就會對方覺得反感很正常的事情 但對他來說就是不懂 沒有人說就不懂 這些事情 而且他離定不了這個關係 其實你可以去到 之後去到故事 去到中間裡面 日向的幾位朋友 來簽約 有些電視 很划算 反應來講 日向的反應 日向就是 健基在心理陰影下 他不知道應不應該 不知應該怎樣應對 他是很憤怒的 即是說 你那些女人 真是 見風洗頭得你們這麼厲害 真是 有便宜你就貼過來 沒有便宜 就一腳踩開我 而且日向的那一集 正正就是 剛剛說了你所說 這套東西是動畫最強的地方 就是他發生氣的一段 是很強的表現手法 而他為何表現自己憤怒的情緒 他在扔東西 他自己很不奮氣 在哭的一段 其實正正就是那種動畫的威力 你正常 其實我覺得很簡單 不要說去不去朋友 你殺了你的電腦 輕了幾次記 你第一個反應 一踢車就不去家 即是那類型 即是那一刻的情緒 其實他是很人性的 即是即使去到最後的反應 即是其他現在的朋友 即是等同於甚麼 可能鏡花說 我有個朋友 真是這樣的 然後我作為鏡花的朋友 我會說 嘩這傢伙很壞 我當然是站在你那邊 我當然是站在那邊 我當然是斜你 現在是你不對 老實說 他用了這件事 就是 當事人不好意思 不要緊 我現在跟你說 所以其實那兩集 尤其是 結月和日向那兩集 其實表現了友情的兩種表現方法 其實 結月和真理那種 就是朋友的東西 可以不用說那麼多 一隻字就夠 大家不用那麼拘謹 而這裏的表現方法 就是報賴和日向 就是 如果我是朋友的話 我就會把你不敢說的心底話 但我作為朋友有共鳴的關係 我會說出去 這個也是另一種友情 其實這兩個位置是對得到的 其實見到 還有我覺得剛剛說到 其實剛剛說過 就是說 那個不成熟的人 去幫助所謂成熟的事情 就是 一開始是日向要勸布賴 去跟傑月交朋友 不要那麼吵 之後 布賴去到 無論是新加坡那一集 到這一集都是說 我是不成熟的 我是性格差的 我是不包容的 但我就會罵 其實是幫到那個 把所有東西攬上身的人 而他其實 有些凹凸 可以說是有些 每個人的個性都不同 都有一些缺點 他不會 這套作品 應該說是忽略 或者無視 一個人的缺點 或者一個人的優點 沒錯 他用一個很平等的態度 去告訴你 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因為他告訴你 青春就是可以事行錯誤 就是可以試這些東西 try and error 我錯我對 最後大家有成長 尤其當然在日向的角色裡面 就是他以前試過好像布賴 不理其他人 之後受傷害 但現在布賴做的事情 就告訴你 你依然可以這樣 我這樣做到真我 其實這樣 最後是得到自己要好的東西 這個不成熟 幫到成熟 就是這個故事裡面 有一個進展 幫到日向的東西 而另一方面 其實布賴 作為故事的主線 布賴就是這個沉帽的故事 其實他的媽媽 基本上我們一定是失敗 我們不會抱任何的 如果出現這個劇情的故事 我們會拱掉 這個是超展開的 反而是超展開的 反而是超展開 反而是超展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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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故事裡面 然後再串聯 就是他媽媽 阿貴子的對面 這個部分 如何去連結 會看得出 其實有很強的頭色 就是阿布賴 其實特質上 好像貴子這個角色 其實是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 其實 開頭不想戴的原因 其實就是 首先就是 我好像是 我令到你媽媽 遇難而死了 而更新的就是 我要面對你 就是你一個 這麼像 這麼像 自己的好朋友的人 其實你看到 其實你 心理上 怎麼都會有些東西 藤堂自己是最接觸不到 所以也是最接觸不到 也都是最冷淡的 開頭對他 其實冷淡 不是真的 因為他人很冷淡 他不懂如何接觸他 不過我想那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其實 布賴自己也知道的 就是 其實他 找到媽媽的機會 可能性是很低的 其實他自己也知道 這件事 所以故事裡面 講到第十集 第十集 到那個位置 就是 講他 其實去到南極之後 其實他不太有那個 衝勁 反而沒有去南極當中的活力 而是因為他開始要面對真相 他不敢面對 或者這麼說 就是因為 季子 就是他媽媽一直跟他說 南極是一個 多麼美麗的地方 但是其實 到他來到這個地方 其實整個故事也起成這樣 到他來到這個地方之後 他發覺 其實跟我看照片 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我感受不到 我在親歷奇景之下 究竟會有什麼感動 但是 他的故事也起成之後 當中的感動 這個環境 就是一個目標 而更重要的就是 你和你的志同道學 或者你的朋友 一起去做這件事 當中裡面 再加上現在這個情境 當中裡面一切的事情 才是他覺得美麗的地方 其實故事裡面分兩部分 當然你可以說很老套 其實最後他想要找的 不是找到媽媽 而是找到一個找媽媽的自己 這個是藤堂的對白也有說過 或者布賴那個就是 他說 因為這個一直是他 由他媽媽過了身之後 到現在的一個人生的目標 他想知道 當我如果完成了這個人生的目標 他應該怎樣呢 其實是 他是想在這次旅程裡面 尋求一個答案 我想那件事是 他自己的答案就是 分了兩部分 剛才說的 或者是一 他已經從他的朋友身上 他得到了關係 得到了朋友 實現了一些情境 第二 就是他找到一個更新的自己 或者是這麼說 他更加了解他媽媽 因為他媽媽就是 美麗 因為他一開始 他第一件事說 是活該 他這句話 他意思其實就是 就好像跟他媽媽說 為這件事的死 值得嗎 我又不覺得 活該是跟媽媽說 活該應該是跟那些 看死他去不了南極的人 那個位置 因為那個 我覺得兩體 這個部分 這個兩體 尤其為什麼我會這樣想 就是其實 故事裡面 全部人都是Loser 結月都是Loser 因為他覺得自己是Loser 他覺得自己成為朋友 但南極隊那些人也是 南極隊他們自嘲 就說 這幫民間觀察隊 有個單 當媽媽死了那件事之後 其實他們沒有人看得起 覺得裡面做不到事情 離婚的離婚 失業的失業 其實一群都是Loser 沒有人覺得他們可以去到南極 甚至日本當年 戰敗國之後 他被人選了一條有破兵的路 才去到南極 都是Loser 但最後Loser的事情 就是什麼呢 Loser就是不需要說很多 觀念堂皇的說話 就是叫活該就活該 不過我想比較 我自己喜歡的那位 就是報賴 其實第12集那裡 有兩幕去對應 就是第一幕去數錢 就是他數回100萬 就是那些錢賺 應該是他怎樣經過 還有就是 另一個位就是 這個郵件不停去更新的那一幕 就是他回顧他 由他媽媽過世之後 到現在 他究竟做了什麼 是的 其實那裡找到的東西 雖然他叫媽媽 那一段 但是其實他不停 這兩個劇情都是 其實我為了找我媽媽 我做過一些什麼 就是那一百萬裡面 看得到 到他之後那些信 不停地帶出來 其實他在終點看回頭 那一段 是看回之前幾年的自己 那一刻其實 他已經不同了 因為他已經明白到自己 不再是那個布拉 而是現在這個 站在南極道 已經成功地實現到 自己當年的願望 這個是布拉最後找的東西 是找到新的自己 當然 他可以向前走下一步 很青春劇的 我們所說的一些 很基本的元素 所以就算是去到第十三集 那裡說他剪了頭髮 好像媽媽一樣 其實 一個改變 一個 一個 外觀上 給別人一個決心的改變 你可以說 還有那個呼應的位置 他說 在布拉說 是想找回媽媽 最後 其實他說 他找不到媽媽 不要緊要 就是我成為了新的媽媽 當然不是完全變成媽媽 而是他好像媽媽那樣的人 他就剪頭髮了 做一個新的自己 我覺得這個是有呼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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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其實 其實 你見到 我覺得 劇情有取捨 因為 我一直在裡面 對這套 有一個疑惑的設定問題 其實 作為 傑瑜 其實他是為了拍片 的 宣傳節目 其實 為什麼沒有製作隊 跟著 呢 這個位置 我會這樣想 當然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合理的地方 出錢錢之後 就被四個小妹 自己拍這麼厲害 自己拍這麼厲害 YouTuber 這件事 沒可能 但這個位置 其實如果有攝製隊 這些干涉的話 其實會不會令到劇情的比例 會失衡 我覺得 我個人感覺是否考慮了這一方面 而變成了一個這樣的方式 我也沒有怎麼想 但我想那個故事裡面 很強調的東西 就是 去南極的人 和南極生活的這班人 是一班跟其他人隔絕了的東西 在故事裡面 報賴說了一句 南極是一個 讓你能夠看回自己的地方 到最後一集 如果是這樣 我想他的故事裡面 的鋪排 是想要去南極 才能去南極 那攝製隊這些東西 就變得多了 這些角色裡面 是的 但是 在情節上 我會覺得 是有一點 一點點違和 我不會說 因為這樣 是一回事 但是 這裡你看下去 我自己會給到一個解釋 可能是為劇情服務 而取捨了這個合理性的問題 而我自己其實覺得 劇本裡面 有一個位置 我覺得 可以做得更加多 但是他現在不做也沒什麼問題 其實我猜不到 最後 珍李 是比較少氣憤 去到後面 珍李比較少氣憤 我想珍李可能比較簡單 他的困難 他的問題 就是他要踏出一步 他要實現夢想 其實 他開始去南極這件事之後 他已經沒有什麼困難 和問題 要發生在他身上 就不像其他角色 有些要再在南極爆發一次 我這樣說 其他的角色 應該這樣說 現在整套作品裡面 珍李的角色 其實他的目標就是 其實他要踏出第一步 因為他都在故事最尾裡面 其實他都做了一種 只要你願意踏出第一步 其實已經無限的可能性 已經出現了 所以他反而沒有那麼需要 在南極的過程中 再找多些什麼 不過也不能說 劇情沒有給任何的收尾和珍李 我也記得有一段 就是珍李 我不知道是故意的 可能我過了解讀 就是珍李是跟另外三個女生說 我們在這裡分開 這樣就離開了 我會覺得 某程度上是說 其實他已經明白到 關係的東西 他可以更加瀟灑 不像以前很attached to 那段關係 而不是像他對著他青毛粗話朋友 我一定要跟著他旁邊 那我就自己做不到什麼 我覺得這個 某程度上是真的 我會說這個也是 整套作品裡面 青春的成長 其實他們個人在一個 不是說在他的行動上 有什麼成長 是他們的想法上 很簡單的想法上的成長 不會說他不會突然沒有 很幼稚的表現出來 他一些行動的法則 是有了少許的改變 我想那樣在 比宇宙環的地方 裡面的成長 是說他們不是 因為這件事 變成成熟的大人 不是這個意思 他的故事裡面 是每個人 在他們的心境 和他們的過性上 都有少許的改變 這個影響了他們 影響了他們的性格 影響了他們將來的行事 的態度 所以他們的想法 所以在故事裡面 青春啟動是這樣的 不是終點 是一個過程 和一個中轉站 好像是 他學到這些東西之後 幫到他之後 回到日本 繼續去生活之後 我可不可以繼續去 多一些的 做得更加好呢 所有的事情都 其實是幫到他們的 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個故事裡面 我很多時候 看青春啟 其實那個成長 其實是 要是太突然 要是沒有成長 你純粹說青春嘛 然後就算是 做一些青春會做的事 或一些年輕人不會做的事 我們會做 那就為了青春 但他這裡就有一個 很完整的演繹 一個人的成長 他經歷了所謂的青春之後 就是自己 一點點撞撞之後 最後會變成一個 會變成怎樣 或者他要做些什麼 其實沒有什麼大的改變 因為他都說 可能他們說 我都很想留在南極 但其他人說 我們之後都要回歸回 這個普通 就是說 這個青春就是說 在每個人當中 都會有一個很特別 至少你個人 會覺得特別的一個時刻 你可能做了一些很特別的事 即不是無限期 從來沒有人體驗過的 只是看過 但是 他不是一個永遠 他只是一個體驗 他只是帶動你去 去體驗你日後的人生 或者影響你日後做人生的決定 方面的事 其實這裡會見到 甚至就是 他最後的起承主要 就是 他帶動了阿偉這個角色 最後其實 他都 經過這件事 他都踏出了這步 你向南極 我向北極 為什麼會去北極 因為北極是許類旅行團去到的 不用像南極那麼辛苦的 因為 不過是這樣的 我覺得 正如剛剛說的 這套故事裡面 是沒有將青春和成長分開的 是這兩件事 拼在一起去做 而我覺得聰明的地方 就是 他不跟青春劇一樣 青春就青春劇 要做很多青春的事情 他不是 其實唯一的主題就是成長 整套劇的唯一主題就是成長 他很專注去說這件事情之後 最後得出來的鋪陳 所有的描寫都是順其自然 而大家覺得有說服力 甚至也會感動 那這個就是那個 最好的平衡 他那個的完整性 我會覺得就是 還有就是他現在 因為 另一方面的其實就是 一些作畫 其實我跟他說 一橫一橫 其實你好像 在破冰船裡面 其實他怎樣去表現 南極的畫面也好 還有在那個超和基地 裡面其實 那些日常 其實他表現出來的 單式那樣 那些的表現 還有一些動態 其實其實剛才 我覺得 我現在幾喜歡 就是看 好像之前剛才 鏡花所說的 日向踩雪 很生氣 其實我覺得是 很生動 我會覺得是 配合那個 側聲優的演出 和劇情的表現 那件事很活生生 其實是真的 我想那樣東西就是 這個故事裡面 像你所說的 雖然我覺得已經算很漂亮 但他在人物那裡 做得特別好的作畫 如何令到那些女子 好像活生生的人 在你面前 經歷他們的生活 這個是作畫幫到他們的地方 所以 像你所說的 劇本好 當作畫配合到的時候 就成為了一套好的動畫作畫 而不需要畫作畫 你不是追求 我一定要怎樣畫到最 不是畫到最厲害 是怎樣配合 那個動畫的需要 甚至就是 你看到動畫裡面 其實很少說 就是 藍極隊 其實他們去到之後 要做些什麼 其實很少說 其實他們 過到去 其實目標就是 過到去就像住宿舍一樣 就是生活 還有可能有些 工作其實都很少去說 因為當然 那些基本上 就不是他們的工作 因為他們都沒有什麼 可以做 因為是民間觀察隊 他只要觀察 他不需要做些什麼特別的事情 但我想那個也有點取捨 我想那個故事裡面 是把藍極當成一個 比喻 或者當成一個 他們可以 一個機會 讓他們去成長 而比較少 真的很多 描寫 藍極本身 I mean 他們已經做了很多描寫 其實 但不是去到最重要的 那樣 我覺得這個平衡 你也覺得是OK的 是的 我只會這樣說 就是這套東西 那個 它的完整性 去到這個地步 它的銷量也能反映出來 老實說 我覺得不是人人都喜歡看青春劇 其實 老實說 但以他現在這個銷量的角度 其實我覺得應該 其實很多人都被吸引了 去看這一套的作品 其實我也覺得很開心 尤其這套東西 初期 第五集之前跟人推 基本上沒有人看 我的朋友 去到後面多了很多 就是覺得 這套東西的劇情 它未必是為 真為青春劇而看的 未必是 可能有人為青幽而看的 我也說 因為這套東西 因為這套本身好看 這套本身都說 那些角色 你會覺得是活生生 對 這個是在動畫裡面 我們追求 我們想見到的 即使 稍順即小 可能過兩季之後 那些人已經不會再看 這些作品 這個等同於拿對花一樣 它有一套很好的作品 但其實你不會看到人們狂提 可能它不是一套很經典的作品 但它是一套好的作品 我可以很明白 但這套我覺得 其實 是叫做 我的近 你如果照計 其實 以 所有東西的契合來講 應該是近三四五年左右 我覺得是屬於最好的一套 即使你跟我說 那些是另計的東西 我覺得結合上也有問題 但這套東西是完整的 我覺得是一套很完整的動畫 我覺得它未必是在類型上 有很強的突破性 即劇情中 沒有幫過類型做一個很大的突破 但它是在類型中發揮到最好的效果 作為一個青春劇的類型 這是值得看的 值得一 反而是值得一 因為它其實也很強化在這四個角色上 你看到就是 它是有所犧牲的 配角其實真的很少描述 甚至哪怕是文革公司 最多比較多 藤堂 藤堂 佳苗 這兩個其實都很少 都比較像是一些大劇情的元素 如果是一個編劇 不過我又覺得正正是這樣 如果是一個編劇 再多播放大人邊的劇情 可能就已經失去平衡了 我覺得這個取捨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我覺得是 這套動畫是來自於很多正確的選擇 我不知道是偶然還是什麼 真的不知道 總之我們現在是 在今季裏面 我們看到一個超水準的花田 帶出來的一個青春劇本的高度 沒錯 所以我覺得這套我真的很推介 給未看過的作品 當然我不是說 之後就是為了花田受威必體 必推這件事 大哥不要誤會 大家不要誤會 我真的十條命都不夠死 你知道花田下一部又去找做什麼 永遠都不知道 但是單以這套作品來說 無論是角色的描寫 動態和一些劇 我真的撿不到很多劇 你的問題出來 老實說 的確是做得到的 我當只要的事情是做得到的話 你主要是說 你未見過 你未遇過而已 不是沒有 我覺得有據可依 無論是事件裏面 或者是角色的行動 你會覺得你在現實裏面 你見過這些人 但如果動畫的方式顯示 其實我看一看 其實這套不是很動畫 真人版也沒有問題 這套是一套很全面的劇 即是值得推介大家 真是一系這套作品 甚至青春 其實它的元素都不是很重 我想那件事 你不是因為青春劇而看 而是一套好的劇 甚至他也做到一件事 比宇宙還原的地方是什麼 然後帶出來的主題 南極 為什麼是南極 就因為是一個沉默的故事 一個沉默的故事 帶出來是什麼 一個推進 還有最後發覺 比宇宙還原的東西 雖然好像是南極 但裡面是一些近在身邊的 可能是友情 可能是你的成長成熟的 大人的 這些才是真正很遠的地方 但還有可以看到 姐摩近那摩遠 姐摩近那摩遠 這套我們介紹到這裡 接著我們再去下一套